内容 然后在开始前我还是讲一下 最后谢谢大家上礼拜有去填那个问卷 然后应该说我全部都看了 那我个人觉得大概有几个小调整 可能就会依据 我觉得统计上 抱歉我还是看统计 觉得至少有两三个以上的人 有提出共同的意见的地方 我就会做调整 如果这一个的就比较对你们比较不好意思 就输工程 我想说以统计来做 决定比较恰当一点 那大概比较确定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去年或是前年的投影片 其实确实我没办法去很精准的了解到 哪些影片它品质是不良的 那加上有些时候其实是refer到前年 或大前年的影片 然后大家搜寻上会比较麻烦 这个大概是比较多 我看到比较多共同的声音 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应该就是 对就是类似我们就是重录了 但重录就是现在上课 我们就是边讲边录 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必须会减少一些可能去跟大家互动的时间 或者说甚至可能课程的tempo会比较跨一点点 所以这个没办法 如果说纯粹录影的话 就是不管你们听不听得懂 就是一路讲下去 当然我们毕竟还是有线上的留言区 希望大家还是勇敢的去留个言 告诉我说哪边听不懂 那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停下来 不然的话我可能就赶快把这两份投影片 把它讲过去 就是不要让它说时间拖到来不及讲完 叫你们去看影片 那当然我有算过所有的时间 如果要做到这样的话 确实要割舍掉部分的内容 所以我们投影片的 尤其是后面 在下一轮的 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必须要舍弃掉 那才有办法在这几个礼拜 就是该讲的都至少讲过一次 那就这一点大概是 我想最大的改变 好吧 所以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就今天我有准备了 就是用iPad 就是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上课是用iPad 但是 就因为iPad以前都是学生帮我准备的 所以瞬间自己 就是稍微摸了一下 大概就回忆起来就还好了 好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件事 是我想可能比较大的改变 好吧 所以 好 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到我的荧幕吗 那我们大概下一轮的那个课程内容有 有大概最少两块了 因为我估计在顶多今天把这两份讲完而已 那一块叫做随机 近视演算法 就是randomized algorithm 然后那是什么东西我们等一下再介绍 但总之我在我的分类底下 我把近视演算法分成几类的 就是你们看到本来这文课预计的 抱歉预计的这个四类 Deterministic algorithm 那什么叫deterministic 就是说 任何一个input进来 那个演算法 它的逻辑 是固定的 那 比如说像 比如说setcover好了 它就是一组input进来 我就固定greedy的挑最大的集合 挑完再挑 下一轮再看谁可以cover最多 所以你不管哪一个input进来 它的逻辑都是固定的 它的output也是固定的 这可以想象 这大部分我们之前 学到的各种演算法 其实都是deterministic的 那什么叫randomize 就讲白话 就是在它的逻辑 它的写程式的中间 被加入乱数产生器 就是会根据那乱数产生器 丢的材质 决定我逻辑的下一步 只要有这个特性的呢 通常它会有一个有趣的那个 结果就是 同样的input进来这个program 但是它的output每一次跑 都可能不一样 因为有那个size 去决定它的逻辑的下一步 所以造成它的output是不固定的 这种叫randomize 那更有趣的事情其实是 其实在解说我的npcomplete的问题呢 其实randomize 在实物上我个人觉得是大宗 也就是说deterministic反而是相对的 稍微少一点点 就在我自己sample到的那些资讯里面 反而用随机演算法的是大宗 那这其实背后可以讨论个半个钟头 为什么 但是我最后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现在几乎 我想在念志工的所有的各位的实验室 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 机器或是深度学习 那你可以想看看深度学习 在背后解决的那个问题 其实 其实它就是 虽然没有人 我不知道没有人证明 其实我没查过 但一看你就知道 它就是非常非常难找到最佳解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很多机器学习 或深度学习 基本上都是randomized 它其实都会有随机性 但是为什么随机性是好的 因为电脑跑超快的 所以你与其让它只跑一次deterministic下课 比如跑一次greedy algorithm就下课 比如你想想看一个input 管它是什么鬼问题 你都可以想个greedy algorithm pue一下找到一个答案 通常都是在秒杀 就是在毫秒之间 那为什么不让它 电脑超快的 为什么你不让它去算个一亿次 一兆次 因为它可以去explore 各式各样其他的可能 那你看一次对一次就好了 那一次通常 结果会更好的机会一定是更高 所以这个大概是为什么 实物上randomized 会远比deterministic受欢迎的原因 因为电脑太快了 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利用电脑的硬体的一些特性去搜寻更好的近视节 让它可以更逼近最佳节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 那当然在讨论那个randomized的时候 会用到各位以前机率学过的期望值 就是各位可能快忘光了 但总之 简单会议一下 假设 这样机率上的那个期望值定义是跟随着一个叫random variable的变数 就假设它 比如说就骰子来讲好了 s1,s2,s3 就是骰子的所有可能的点数 1234 那P1,P2就是每一种点数它出现的几率 那假设全部都是六分之一 那请问你丢个骰子 你期望得到的点数是多少 那就1乘以六分之一 加2乘以六分之一 就这样全部加总起来 那这就是一个期望值 或者是平均值的一个概念 好了 那总之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它 那为什么会用到它 那原因是因为 我这边稍微 再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学的那个 我换个颜色可能比较好 糟糕突然 咦,怎么切不了颜色了 太诡异了 嗯,哦,在这里 哦,好,所以瞬间愣了一下 好,所以,咦,为什么没有变大 好了,不管了 总之我们之前学的东西就是 c除以c star 就是,或是c star除以c 就是因为它是deterministic的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近视解的答案 每次进步给的 基本上那个逻辑是固定的 所以它的那个c 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它是固定的 但是今天为什么会变成 左边这个奇怪的样子 因为 因为 因为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假设 换成随机演算法 那你每一次跑 通常的input 它答案会上上下下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精准的估计 我们反而要去算它的期望值 所以听起来好像比较麻烦 对不对 好,但等下你会看啦 其实这边 这边推导 其实反而会比前面的更简单一点 所以总之只要先要记住个重要观念 就是因为它是每次input进来output都不一样 所以我只能去估计它的output的平均或期望值 所以这个或见识节的期望值 这样比较精确一点点 那所以这个ratio的算法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randomized algorithm的分析上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好吧 所以 等一下我突然 让我想一下 如果笔要怎么cancel掉 突然当机了 把它拿掉就好 好吧 我们来看个例子会比较快 所以第一个例子是各位大概已经有点不太陌生的 不会觉得太陌生的例子 就是satisfability的问题 就是given给你一个choose assignment 就是下面这个 咦,奇怪 为什么我画这个 抱歉,我研究一下 我以为这个字也是比 所以只有这个才是比 好吧,算了 总之 下面这个 这一排就是那个 一个suicide的例子 那就是希望你 主要是它有两个版本 我们其实一开始学习它 有一个叫deterministic的版本 就是只要回答yes,no就好了 就是yes就是可尔 全部被满足或no 但实务上我有讲过 就是说因为 实务上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把每个括号满足 那么只要求尽量去满足越多的括号越好 所以其实实务上的最佳解的virgin 它叫做max 我就加一个max 就maxsuicide就是 反正你找choose assignment 它可以满足越多括号越好 但最多就是全部的括号 这是实务上才会解决的问题的 好了,所以这个maxsuicide 其实它还蛮好处理的 等一下我们会讲 但总之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说 假设今天请你想一个演算法 去解决这个maxsuicide 那请问 请问你要怎么设计 注意就是目标就是满足 越多的括号越好 那什么叫做设计一个随机演算法 那个随机演算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直接用这张讲完好了 那个随机演算法就是说 你去找你的弟弟妹妹 请他回答yes or no 或者他丢个铜板 如果你弟弟妹妹跟你说yes 你就把S1设成处 然后假设你总共有N个变数 那你就会得到true false true false的答案 可以吗 总之就是随机的 所以完全没有智慧 可以同意吧 就是这个 你说他演算法 可能还有点点刚刚 因为他完全没有半钉点 那个intelligence在里面 但总之 我们先姑且就相信 这个就是一个 演算法好了 随便乱猜的 演算法 那请问 请问他的近视节 跟最佳节 注意再回忆一下 我们目标是要算出 cstar是最佳节 出于 c的期望值会是多少 这是整个的目标 就是max3set 这两个出起来是多少 好了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先想一下 这个c最佳节 它的天花板 会是多少 假设我总共这个3set 它有N个括号好了 假设像这个例子 就三个括号 各位同意吧 最佳节再怎么厉害 就是全部括号都满足吗 可以吧 所以如果假设你 你这个3set的instance 有总共有N个括号 那你cstar的天花板 就是小于等于N 就是它天花板 就全部都满足 那所以唯一比较需要 伤脑筋的是 这个近视节的期望值 要怎么算 要怎么算 好了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go了 那其实没有太复杂 因为 要算期望值 刚刚前面有稍微 跟大家回忆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去知道 每一个random variable的 每一种状态的期望值 那在我们这边 你就要很仔细的思考一下 我们这边的ec 指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ec指的意思是说 这个随机演算法 它可以满足的括号的期望值 括号个数的期望值 注意重点是那个括号 是那个close 英文叫close的 可满足的期望值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代表说 其实它的random variable 其实代表了 就是这每个括号 它是否 假设你可以算出每个括号 可被满足的几率 其实就下课了 好吧 总之我们就继续往下讲给大家听了 所以 所以这边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请问我怎么知道每个括号满足或不满足的几率 一个括号 其实如果你可以仔细 应该说也不用了 你就是很暴力法的穷举 你会知道这一个括号因为只有三个变数 所以它所有的可能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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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true false true 反正总之有很多很多可能 但是在众多可能里面 其实就只有一种 三个全部都是false的时候 我会不满足 剩下的全部都会满足 因为剩下都至少有个true 所以其实这个几率是多少 很简单就是 如果你要问看你要问哪一个 如果是不满足的几率 就是二分之一乘以 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 因为丢骰子 二分之一机会是false 所以连续三个false的几率就是八分之一 换言之 其实所有的可能总共有九种 只有一种是 A8.2428 刚刚讲错 总共的排列组合总共有八种 只有一种是会不满足 剩下七种都会满足 所以其实满足跟不满足 就是一个八分之七 一个versus八分之一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到第一个关键 就是这个括号 它可被满足的几率 其实还蛮高的 就算你叫你弟弟妹妹去乱猜 各位可以想象吗 就是叫你弟弟妹妹去随便乱猜 其实这属于这样满足的机会 并不低 它有八分之七 好啦 所以你可以预期其实这个弟弟妹妹 他猜的那个答案其实并不会太糟 并不会太糟 好啦那我们就有这关键几率之后 其实我们已经快要接近终点了 因为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算 刚刚刚真正想算的那个期望值 就是到底这个近视演算法 它可以满足多少 括号 而且这个中文才是瞬间不知道怎么把 expective value 就是我框起来这个红色的字 就真正我想讲的是红色的话 好他怎么算 好啦那总之呢一个max3sate 他可能会有很多个括号 c1c2 然后想象一下 所以这EC就是代表那每个括号 是否可被满足的期望值 那总共的期望值 但是这个期望值其实 就是其实他每个括号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他每个括号的那个几率都是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拆解 就是这个拆成每个括号期望值分别去算出来 那每个括号其实就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他被满足 就是括号个数就是一 或是再加上零 乘以 啊我写错八分之七 乘以八分之一 就这个其实是八分之七的期望值是缩写的 所以真正来写应该是上面我写的这样 就是说因为他的括号如果可被满足 他就会贡献期望值一 如果没有被满足就会贡献零 就是他的值欲 这个rendeval值欲刚好就只有零跟一啦 就是这是一个小细节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他的期望值照框起来的那个算起来 他就刚好又是八分之七 所以八分之七其实 但在这边一注意已经不一样了 他其实是期望值不是几率算 看起来是一样啊 总之总共你有m个括号 所以八分之七加起来就八分之七m 那这时候就结束了 因为c star 处以1c 刚刚我们说过 c star天花板就是m 有没有印象 那现在你已经算出 这个期望值是八分之七m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是一个七分之八倍的近视演算法 所以大概是1.3多 那我懒得算了 1.3 7.7 对啊 等下我当机的10 1.1多 也抱歉我可能还多算了 1.1 1多而已 好后面我懒得算了 总之就是他没有太差了 可以吗 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各位现在看到第一个例子叫做max 3 set 但是是用randomize的方法去做计算 你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啊 稍微看一下我现在大脑要切换一下 有时候是很想盯着iPad 所以有时候要回来看一下电脑 所以都没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了 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randomize七分之八倍的近视演算法 那有几个小细节我稍微提醒一下 这个七分之八的解读 稍微要小心一点 因为所谓期望值就是接近平均值的概念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演算法如果跑了n次 每次答案都会不一样 你叫你弟弟妹丢骰子 你每次丢的choose assignment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精准的解读应该是说 假设这条线是七分之八 但是如果你这个演算跑个一百次好了 其实他不是说每次都七分之八 他精准来讲是会上上下下的 可以吗 只是平均是七分之八 就是解读上要特别注意的是说 这个randomized演算法的期望的possumission ratio 是一个不是个定值 就是他比较像是一个执行很多次后 你期望得到的平均值 所以并不是每次得到都是七分之八倍 会上上下下的 但是我刚刚前面一开始就有说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randomized演算法会比deterministic讨喜的原因呢 因为你想看看 今天如果我画个极端的例子 糟糕我这样画一下 北七 等一下 因为应该要越接近一越好 让我思考一下 假设这是一好了 这是越下面是越好的 所以今天如果假设有一个 有一个他得到了一个 就是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有个就是你真的执行一百次 这样弟弟妹妹丢一百次 那有一个1.0001倍的 我乱讲的 总之就是这样 就是你这样弟弟妹妹丢一百次 那这个时候一百个答案里面 总有一个最好的嘛 所以最好就是 他可能满足的括号个数 其实是最多的 或者说甚至可以运气好 甚至可以碰到最佳解 那你当然是直接选 那个最好的那一次output 虽然因为你有一百组答案 你当然 实务上你当然是只会选 满足最多括号的那一组 那一次的答案去output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randomized 在实务上 总是比较讨喜的原因 因为他不是只能输出一个答案 他可以输出很多组答案 而且应该说他可以测完很多组答案 然后测完之后挑一组最好的送出去 那就看你的电脑的硬体可以跑多快 如果你可以跑个一亿次 你想看看这个一定秒杀嘛 他每一次一定超秒杀的 如果你允许跑个一个钟头 算个一亿次 那你答案一定不会太差 一本他听起来这么没智慧 但他突出来的答案就是会看起来 好像稍微有点智慧 恐怕还比你人脑那边算了老半天 可能还来得优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工智慧背后的那个 他会有智慧的一个道理 就是电脑太快了 所以accumulate够多的那个data之后 其实算这样讲一下有点太笼统 但总之就是电脑的速度够快 是push人工智慧可以突破的其中一个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子 虽然他不是全部 总之就是电脑太快了 没事干让他多算一点 现在又有显卡 更好的让他们去大量平行的疯狂的计算 所以可以explore太多 太多那个solution的可能 好吧 所以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 好 所以剩下就很简单的 都是小小的变化 那比如说 那刚刚看的是 是那个3 set 那你这个3 其实可以换成任意的key 所以刚刚所有所有的推导 全部都可以变成max 不只是3 set 4 set 5 set 到任意key set都可以 所以 这边我就不花时间讲 总之就是 你要推导任意的key set 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算了 我这边本来应该 之前上课 所以在那边讲一下 总之你可以想看 如果是4的话 有没有可以回答我好了 今天如果3换成4 请问他的 那个c star 出于ec的期望值 你觉得会变怎样 这是这个问题有趣的一个特性 就刚刚我们是一个括号 只有 发现一个括号只有三个 这叫3 set 那假设我现在变成s1 x2 x3 还有x4 一个括号有四个 那请问 他 几率 他的期望值会变怎样 太简单了 总之 刚刚是 2分之1的3次方 所以现在不满足的机会呢 2分之1的4次方 就是16分之1 所以代表你每个括号满足机会 从本来的8分之7上升到16分之15 可以吗 8分之17 16分之15比较大 所以换言之你的parsumation 就是到时候会倒数 15分之16 本来是7分之8 下降成15分之16 因为15分之16比较逼近1 所以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的括号的个数 从45678你可以想象 他的几率满足 几率越来越高了 就随便乱猜 机会越来越高了 换言之 这是这个kset的问题 当k越大的时候 他这个问题越来越简单了 随便乱弄 你地理妹妹随便乱猜 几乎都可以每个括号都猜对 可以想象吗 就是如果你像一个括号 有四个孤零的变数 你不用再想了 就随便乱猜就对了 就不用很认真去弄它 你会发现 其实大部分括号都被你满足了 超high的 总之就是 这只是一个假象 其实真实的 我觉得真正精确的解读 应该是说 这个maxkset 当k越大的时候 它的problem的难度会下降 我觉得这样讲比较精确 并不是说 这个你的智商变高了 而是这个问题就变简单了 好吧 所以这个题外话 稍微地一下好了 这个就不讲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 是非常有名的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 我们大概之后都会一直提到了 第二个问题叫做 maxcard的问题 这个card的问题是这样 它其实是一个属于 分类分群的问题 或是有些人叫classing的问题 其实classing 这个几乎在相当多lab 相当多领域都会出现 就是因为太多太多我们研究 包括各个lab解决的问题 你总是在有一个阶段 会面临到需要把你眼前的data 去做找出它的那个最适当的分群法 但实物上都是这样 所有的data摆在眼前 它会有很多参数 然后比如说两个data之间的 的那个那个那个 相应性 不过我们举social network好了 比如说就A认识B 然后A认识C 类似这种关系 总之这个是没有权重的 套到有权重依然一样 所以这个maxcard可以有 权重跟没有权重的版本 所以我们是先从 比较简单好讲的 权重版本切入了 但实物上你可以想象就是 有很多data 两两资料之间 其实会存在weak 或者是很strong的那个 那个correlation 那我们希望借由一个电脑的计算 去把它做 做一个分群 就是让它同一群的资料 你可以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在机器学习的领域 大概过去这 二三十年来的 大概你们应该都听过 最有名的就是PCA 跟那个Tisney 就是这两个大概 几乎只要做机器学习 做资料科学的 几乎几乎都会 稍微用这个 这两个其实不是解什么 最佳化问题 它其实 包含Tisney有点像 但是总之 比较接近用数学的 尤其是PCA 就是用你们自己线性代数学过的那些 eigenvector eigenvalue 去把它的covalence算出来 但是Tisney我觉得有点像 但anyway 在这边的话 在传统的工程的技巧 有其他的做法 总之就是 这世界上 其实并没有 所谓一招打天下 反正有很多招 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传统的工程其中一招 也不是全部 总之分群法 有很多NP Compete的问题 所以 其中一个有名的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叫Messcard的问题 那这Messcard的话 大概input就是下面那张图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有一张图 然后 希望你把所有的点点分成两群 但是要一个度量 所以那个度量就是 他们跨群之间的边要最多 所以这问题你会发现 随你想要怎么定义 它可以有两个版本 所以 我先把它全部涂掉好了 不用下一张有 对 所以总之 比如说 这是一个分群法 这个分群法 把左边四个点点分一群 右边三个分一群 这是众多分群中的一个可能 它的度量就是有几个边 可以跨越两群点 所以我们轻点一下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糟糕 五个 六个七个 好像有七个 六个七个 可能有八个 所以这个分群法创造出了八个边 可以让 就是让它 这个叫跨群边 因为它目标要 这个叫做cut edge 就是这跨群边 它叫做cut edge 需要让cut edge越多越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几个版本 你也可以要越少越好 总之 证实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需求 总之 我们不要讨论那么细 我们现在就只看 其中一个版本 就是 假设我要让所有的cut edge 最大化的话 那它会是mp complete 它会是mp complete 那我们这边就不再讨论那个证明 所以总之 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它可以怎么解 它的解法 不唯一 但是 在我们这张解的内容 会告诉大家说 假设你对这个问题 一无所知 那你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randomized algorithm 就是从刚刚的那个Max Suicide开始学起 因为刚刚Max Suicide告诉你说 你可以叫你弟弟妹妹乱拆 然后这边呢 一样 就是一样 就是还是明智慧 所以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 现在这个点点 这个点点叫S1好了 然后这叫S2 X3 X4 反正每个都取个名字好了 那S1 它可以等于什么 假设我们要分成两群 一个叫A群 一个叫B群 可以吗 假设我们分成A、B群 那你就叫你弟弟妹妹 去乱拆 他说yes的时候 就A 说no就是B S2你再问他 你喜不喜欢 然后说喜欢 他就A 那如果不喜欢 就B 所以以此类推 你可以发现 如果你有N个点 跟刚刚ChooseAssignment一样 你会得到ABAB Rain等的答案 那你决定完这个ABAB之后 其实你就完成分群了 你会发现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管那张图 长什么鬼样子 你只要把每个变数 每个表现每个点点 决定它要Label成A或B 然后各二分之一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完全不管那张图 长什么鬼样子 任何一张图进来 你就可以闭着眼睛 你就告诉我N个点 我就这样 我就输出这样的答案 好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当然就是说 那请问 这样子随机分配成ABAB Guru的答案 它的近视界会有多好 所以我的目标还是不要忘记的 我们最终最终 怪你天马行空想出什么演算法 有没有智慧都没有关系 但是在传统的演算法的领域 要求你一定要算出这个C star 跟EC 尤其如果是Randomize 它就要求你算出 那你这个Randomize的期望的近视界是多好 好了 所以其实很像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以这张图来讲 请问有没有人可以猜出来 它的C star 天花板会是多少 就是它最好最好 这个最佳姐再怎么厉害 它总是要找个天花板把它压下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 它好像有七个点点 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个边 总之好了 假设右边这整张图 你不要管它的那个构型 它整个边 假设总共就是十个边好了 这个C star的最佳姐 它再怎么厉害 最多的cut edge 是不是就是所有的边 所以假设所有的边 我们用成一般是好了 假设这张图 所有的边总共是ang 那最佳姐 最厉害的情况就是 所有的边全部都变成cut edge 虽然这实物上不太可能发生 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大概像是这样 这是A群 这是B群 那所有的边都被最佳姐 都是跨群的 都没有群内的边 这是最极致的状况 所有的边全部都是跨群的 所以它的自然的天花板 就是小于等于全部的边数 所以证明方式是一样的 跟前面说一说一说一样 所以第二个就要开始烦恼了 那现在这个cut edge的期望值会是多少 这个近视演算法随机乱猜的话 那它会有多少个期望的边数 那这个分析手法 其实还是一样的 我看一下 我去看下一张 这张已经满了 哇没有涂了 好吧 我知道乖乖把它擦掉了 抱歉我先要把它擦掉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算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假设现在我们要开始算这个EC 那EC的话就是说 请问你那个近视演算法挑的边 它是cut edge的期望值 那怎么算 因为其实这分析手法跟刚刚是一样的 反正刚刚的渡量目标是括号 现在换成边 所以你只要去针对任意一个边去思考就好了 比如说任意这个边 它会变成 它最终只有两个名誉 变成cut 它要么变成cut edge 或者就不是 它不是 就是群内的边 不是就是群内边 那cut edge的话 那这两个几率是多少 秋帅期率也下课了 那这两个几率是多少 那你就想看看 这两个几率全部的可能 通通看开来干A A A B B A B B 哎 糟糕我发现好像档机了 好 他刚刚死档一下又马上回来 这算是还蛮有 佛性的那个Recover的机制 我发现我只要写到B它就会档掉 太神奇了 你们还听得到我声音吗 我发现 他乖乖的 他档机了 太神奇了 这是真的死档 不管 死档 然后再找回来 突然找不到刚刚的 通影片了 咦 他连 他连 太有趣了 找回来了 好 所以你们还看得到吗 我先问一下 还听得到 那应该是没问题吧 我猜 因为它是分享桌面的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刚刚是iPad当掉了 所以应该 应该你们那边是没事 好 可是我发现蛮神奇的 嗯 不理他了 反正他已经reset了 相信他应该可以多活一阵子 好 总之我刚刚像画的是说 针对这个图上任一个边 你就是 AA AB 还有BA BB 这四种答案 对不对 就是你丢骰子下去 就是这四个可能 那这四个可能 谁会是跨群的边 或俗称cut edge 就只有中间这两个 所以几率当然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 讲白话就是 有二分之一 在随机分配的情况下 它会变成cut edge 另外有二分之一变成不是cut edge 所以这时候你就发现 哇 那太好了 我终于得到 希望指导上就是要得到几率 那几率这下 就结束了 结束就是说 那请问cut edge的期望值是多少 跟刚刚完全一样 反正就看有几个边 有n个边就1到n个边 然后每个cut edge 我要算一下 每个cut edge的期望值 都写不下了 所以每个边的期望值就是 1乘以二分之一 加上0乘以二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一机会 你会变成cut 没有贡献到cut就是0 所以基本上跟刚前面完全一样 就是你的期望值就等于你是cut的几率值 就是二分之一 可以吗 所以这个两个问题 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像 所以连推导都很像 就是这个比较老少嫌疑 好 所以总之呢 算完之后就是 这边就是 我再插掉 重来一次 总之就是刚刚前面已经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最厉害 就是全部的边都跳了 那你的呢 那你的呢 抱歉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随机乱拆呢 它就是会有二分之N个可以吗 就因为每个都二分之一嘛 总共N个边 所以期望值加起来二分之N 所以你会发现N除以二分之N 那就是等于两倍的近似演算 所以这个随便乱拆 两倍 所以这个max cut 它其实就是 可以很轻松的得到两倍的近似的 那个那个结果 好 所以到这边OK吗 所以其实 后面呢 后面其实是 比较 比较那个那个那个 延伸的部分呢 就是说 如果今天从 没有权重 到有权重 从unweighted到weighted 没有问题 刚刚所有的推导 所有的 通通都是walk的 我就示范一个例子就好了 就是 比如说如果今天 的问题变成是说 所谓weighted的version 就是说 你每个边 实际上都其实是会有权重的 比如说二跟一 所以你不会单纯只 mase mine 最多的跨群边 你会把某一些更重要的这些酒 或者是想要把它尽量放在跨群边上的话 那这叫做weighted the virgin 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假设这么还是这样分 我会权重度量是2加1加5加7 类似这样加起来 那但是 这个的问题依然是np complete 但是他可不可以用刚刚同样类似的近似演算法 randomize去得到一个不错的解 答案依然是yes 就是还是叫你弟弟妹妹去乱猜 那你会发现你要烦恼的事情 还是很类似的 请问c star天花板是多少 一样的就是所有的边 全条吗 那所有边全条的话 那它的总和是多少 那你会发现就是sigma wi 就是所有权重的总和 就刚刚只是边数 现在变成是 sigmawi 就是全部边的 权重的总和 就是sigmawi 那ec呢 ec的话就是一样的 你确实算 它的期望值 满足期望值一样 抱歉 它的几率一样 还是1分之1 然后乘上 它的权重是wi 然后加上 1分之1乘上0 如果它没有被选到cut 它就没有贡献权重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全部都一样 就是只是m变成wi 所以所有的那个ec 抱歉这应该写eci 所有的边的加钱 你会发现就是2分之1 2分之1sigmawi 就是那个近视节 所以它依然是两倍 这边我讲快一点好不好 总之就它没有很难 就是有权重和没权重 基本上没有差别 就是后面有稍微提一下 那在另外一个小变形 就是说你从 刚刚其实它也有跟2set 3set一样 它其实可以 2cut 3cut 4cut 那刚刚我们 其实讲maxcard 其实就是指2cut 所以你可以任意的maxcard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3cut 你把所有点点分三堆 那一样的 我要mismile是那些跨群的边 像这个要算 这个要算 但这个就不能算 它是在同一群里面 可以吗 所以我要mismile 跨群的边 是最大化的 那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继续用弟弟妹妹 再继续乱猜 答案依然 还是yes 总之后面我稍微讲 因为我觉得它都蛮简单 如果你前面听得懂 后面应该说 前面如果你可以搞懂的话 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这边一样 简单的说 那可不可以再叫弟弟妹妹 再来乱猜一次 yes 因为 因为 假设我们讲sicard就好了 你就叫弟弟妹妹去猜 然后所有可能就是 AAABC 然后BABBBC 总共就是9种可能 我就不写了 可以吗 就三乘三有9种可能 那请问9种可能里面 哪一些会形成cut edge 哦 这个是AA不是 AC是 BA是 BB不是 总共你会发现 9种里面 有九分之六 它会是cut edge 九分之三 是AABBCC 不是cut edge 所以它会cut边的几率 就是三分之二 可以吗 就会是三分之二 所以有了这个几率 你就可以开始继续去玩刚刚所有的游戏 因为你可以直接 你几乎可以猜出来 就是它的最后的那个 appersumation ratio就是跟这个几率有关 所以几乎可以conclude就是二分之三倍 1.5倍 所以一样类似的 它从K从2变到3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往最佳节又更靠近了 从刚刚两倍下降到1.5倍 那从2到3再变到4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又更接近了 所以也是K越大的时候 这问题越来越简单 总之它跟刚刚的那个maxk set 是完全是有类似的性质 就是这个K越大的时候 你越容易逼近最佳节 最终甚至你还可以导出一个 一般式 就是任意的K的话 应该是可以算出一个K分之K减一倍 就是其实这边在讲事情是一样的 就是刚刚把刚刚的K等于3K等于4写成一般式之后 就是K分之K减一倍 所以刚刚K是3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二分之三 或三分之二的那个几率 但是倒过来就是那个apposumation ratio了 所以这个大概是K卡的一些特性 好吧 所以这边其实蛮简单 我就不讲了 然后就给大家回去自己看了 因为这个真的超简单的 就是抱歉有些同学好像说 我如果没有讲过的完全不能考 抱歉我还是没办法同意 就是真的 真的我真的觉得太简单了 就不好意思了 就是觉得 就讲到这样 其实这种通常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变化而已 就是如果每种小变化要讲完才能考的话 那大概就几乎等于 干脆我 干脆我就先把题目发给你们 答案也发给你们背一背就好了 其实 照现在这个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看法了 我只是觉得我觉得已经把几乎 我觉得几乎已经把 把这个整顿通片 这种证明最核心的想法 已经全部都讲完了 那下一个 这通片后半段是一个叫做 Delundamized的一个 一个一个 抱歉 起死我了 Delundamized的一个一个做法 我先解释一下 它叫Delundamization 意思是这样子的 因为 Delundamized的演算法 有一群人 虽然我觉得他们只是 只是鸡蛋里挑骨头 就是说你这个二分之一倍 或者是1.5倍 Delundamized都不是保证 Wall's case 2.5跟1.5 所以总之我们再回来讲 刚刚那句话 就是说 今天如果得到一个两倍 实乎上应该是说 它是 上上下下的 就是当你执行了100次 它其实是期望值两倍 并不是Wall's case两倍 所以有一群人就在思考说 因为通常Delundamized 会比较容易被设计出来 在实物上 就是在任何一个 NP compute的问题 通常多数人会 先从Delundamized切进去 因为它实物上 就刚刚我讲的 实物上 实用性质也会比较高 所以因此 后续就会有人想说 假设真的有个人 想出两倍的Delundamized的 演算法 他们会想要把它搞成 两倍的Deterministic 就是这个叫去论的买字化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感受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两倍是 是那个平均值 那所谓的那个Deterministic 就是说 用红色的线代表 就是你不管执行 一次两次还是100次 它永远真的都是两倍 不会上上下下 而且是Wall's case Wall's case两倍 好了 所以就是怎么把它搞成 我们之前学的 那个近视演算法 那我们一样的 就直接看个例子好了 基本上两个方法 第一种是 就是有一种 比较难的是 我们不会讲的 就是 要透过分析的 证明的技巧 第二种是比较直观的 就是直接 把演算法改成Deterministic 你才能够找一个 好啦 那刚好 刚好这个Mexcard的例子 有一个超级无敌简单的 Deterministic algorithm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greedy 随便 每次 基本上 任何一个问题来 通常最无脑的就是 就是你直接发想 如果说要稍微有点小智慧 就是走greedy 那走greedy的意思是 我们直接用个例子来看 就是说 假设这个是 我们现在图上 应付一开始状况是这样 蓝色代表一群 红色代表一群 那一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谁 一定是 greedy可以选的 所以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选择当greedy 但是 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抱歉 以这个例子来看 就是说 假设 假设这个是 一开始greedy挑的第一个点 然后这是第二个点点 那这个时候 假设这个是第三个点点 它要开始挑的 注意看这个第三个点点 那这个点点 它放成红色或蓝色 它去观察所有的周围 那周围的话 红色有一个 蓝色 没半个 这个时候greedy的 algorithm的效应 就会启动了 启动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创造 最多的cut edge 所以这个时候 它一定会把它弄成蓝蓝的 因为这时候至少会让cut edge 这个会变cut edge 可以吗 好 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例子好了 假设 这个怎么两个反过来 好 所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说 刚刚是123 那假设现在是第四个 是这里 那现在假设第四个 我现在 看到这个点点 那看到这个点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请注意的 就是说 它的周围一样轻点一下 它的周围的话 红色的没有半个 蓝色的有两个 所以 这个点点我要用什么颜色 当然用红色的 因为用了红色之后 我都可以让这两个边 变成cut edge 所以依此类特 我看有没有红蓝交错的 应该是这个就有了吧 最后这个应该是有红蓝交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个 假设最后这个点点好了 这个点点假设我要放什么颜色 一样的再清点一次 它的周围 红色有一个 蓝色有两个 注意这个时候 红色一个蓝色两个 所以它为了创造出最多的cut edge 所以它一定要把它弄成红色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创造出两个cut edge 虽然有一个边会变成群内边 但至少这两个 蓝蓝的相接触 你就会变成cut edge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greedy algorithm 所以讲白话再 summarize一次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那个点点一个一个放 那放的过程 请注意看一下邻居 就是如果邻居是某种比较多 你就是创造出cut edge 比如说你邻居蓝色比较少 那你就一定放着蓝色 因为最后你一个好处就是 你会让这两个边形成较多的cut edge 就是这个可以想象吧 就是每个点点 让如果周围一开始周围都没有上色 那当然我就随便乱放 但是一旦周围开始有颜色的时候 我就会deterministic 我就会deterministic 然后这时候决定我的下一步 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greedy的algorithm 然后我们要干嘛呢 这个greedy algorithm 请各位如果想象 如果每次来的那个边都一样 它中间没用到什么乱数产生器 就是你的弟弟妹妹叫它乱猜 它其实是有一个deterministic的algorithm存在 就是观察周围 决定就是创造出最多的cut edge 那它怎么去计算它的近视解跟最佳解的比值 好那请注意 这时候有点其实是回到我们之前的状态 我们要计算的东西是C star除以C 那一样的C star 它的那个最厉害 一样的就是全部M个边 全部的边边通通都送你 就是最佳解 最最最最厉害的情况 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 一个稍微比较小小的困难一点点 就是说那请问那一个近视解C 刚刚那个greedy algorithm 它会有多好 那这个后面是一个稍微有点点不太一样的证明的手法 总之这个证明的手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它把所有的边分成三种类型 一种叫做C cut edge 就是它最终会变成cut 或者不是cut 或者不是cut 我们该换个颜色 总之就是C是代表cut 那D代表不是cut 那X代表还没决定 还没决定它的颜色 所以这是什么诡异式 因为一开始你可以想象 一开始整张图 我都还没有分群的时候 就是每个点点还没分群的时候 所有的M个边 全部都在这X里面 这张图如果有十个边 就全部都在X 但是请想象 当开始边开始分群的 分成红色或者是蓝色的时候 哪个边就会开始去到cut 或者是去到不是cut 可以想象吗 就是那个假设是10 那随着这个规定演算法的回圈 一直一轮一轮的跑下去 它就会开始单调递减了 可以吗 就19870慢慢的下降 然后这边就会开始 01234一直成长 可以吗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观察 这个边分配的一个手法 就是整个演算法的执行过程 它X慢慢会递减到0 因为最终所有的边一定去到cut 或者是不是cut的边 所以它就是在观察 这整个变化的过程会有一些特性 什么特性呢 其实这个证明其实蛮难减 其实不会太难 但是就是想一下 每一次假设有边从这边飘出去的时候 比如说一开始是10 假设下一次我下降成8好了 那我是少了两个边 对不对 那我少了两个边 你想看这边 这边少了两个边 那两个边要嘛是去到这里 要嘛去到那里 或者是一个去到这里 一个去到那里 对不对 就是要嘛两个都去C 要嘛两个都去D 要嘛一个去C 要嘛一个去D 可以同意吧 但刚刚我讲的这三种可能 其中有一种 一定不会发生 就是它不可能两个边通通都去D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啊这边就是稍微要动点脑筋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各位不要忘记了 当初他挑的时候 他是会去观察他周围的情况 如果周围有 有就是周围看他是红色或是蓝色 那如果周围是红色比较多 蓝色比较少 他一定会把它弄成蓝色 因为他greedy要创造出比较多cut edge 意思就是说 他会让这两个边进到C 我上色的 抱歉我加出了这两个 也就是说那个 虽然说每次从X会飘出去一些边 会一直递减 但是他递减的过程一定确保 进去C的数量 cut的数量一定大于等于B的数量 他绝对不会撒到说 把这个弄成红色啦 因为弄成红色才会造成 刚刚我讲的D大于C 不会的 他一定是make sure说 当我这个点点要上色的时候 我要确保 因为这个点点上色 他周围的边就开始有些人会进到C 有些人会进到D 他一定make sure 当我上色之后 那个C增加的数量一定大于等于B的 所以这样这个例子 他一定会让他弄成蓝色 所以让cut edge会产生两个 那D只会增加一个 所以这件事是最关键的 因为这个演算法是greedy的 所以他就会有这个特性 就是说C永远都大于等于 就是我已经写在下面了 然后就这句话 他always成立 在这个greedy演算法 每次上色的时候 他一定让C大于等于D 那X就会一直递减 递减到0为止 所以你可以想象最终这一项会全部都没有了 最终全部都没有了 那其实等到演算法结束之后 其实只剩下这一项 C加D等于N 但是你又知道C大于等于D 对不对 所以这个C跟N的关系 可不可以看出来 可不可以看出来 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你知道这个C大于等于D 所以C一定至少二分之N 它一定不会小于 这边你 就各位回去如果听不懂回去想一下 就是说如果结束结束 我只剩下C的边个数C 跟不是C的边数D 然后两个加起来 我们又确定是全部的边数吗 那每次我都 他们两个都从0开始成长的 但是C就永远成长速度大一等于D 所以我make sure我一定最后 最后最后这个C 它一定大等于二分之N 就一定会 这个一定要成立的 我不成立是 就刚刚就是代表 不过不成立就是D的速度大于C 这是没可能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哇那这个时候 豁然开朗了 因为 这要怎么形容 就是说 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 C大的天花板 那我又知道C的地板 只是二分之N 所以其实 这个刚刚修改成Gridium之后 它其实 C大除以C是两倍 所以一开始我们说 弟弟妹妹乱猜 那个也是两倍 但是它是Random买值的 所以总之 总之我在Summerize一下 就是说 其实这只是比较两个 近视演算法 就一个会波动的 一个不波动的 就是固定都是Wars case是二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其实两个很 就倍率来看是完全一样 但是 那个Quality是保证Wars case是二 就不管你跑 什么 怎样的input 只要跑一次就好了 反正它就always是二 但是 那个Randomize的话 是期望只是二 那这个时候 在理论上 就说 这个两倍的近视演算法 有Randomize成功 有去了随机化 它变成Determinacy的两倍 所以在理论上 他们会觉得这个比较好了 所以总之 这个是一个附带一提的小事情 好了 所以这个Mass card的问题 它就是有趣的地方在于是说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种 是Randomize的版本 然后可以延伸到所有的 有权重 就是Weighted的Mass card 到Mass case card 或是Weighted的Mass case card 全部都成立 所有证明都成立 然后到后半段 我们其实讲了一个 去随机化的做法 就是Greedy 它一样可以保证两倍 那么当然接下来 我们就问说 那前面所有讲的事情 是不是都依然成立 比如说这个Mass card 从有权重变 无权重变有权重 我们可以同样去Greedy它吗 然后也得到一样的两倍近视吗 答案全部都是yes 但是但是当然 这边要再讲下去 当一样的 我们就是 总之就是刚刚前面证明 通通过再来一次 就是C star它的天花板是小 等于Sigma Wi 然后这边是 假设你Greedy的意思就是说 我思考一下 好 Greedy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这个要决定 它是什么颜色 假设这是红色好了 这边是红色好了 我用R 然后这个是B 那请问你要 这个点点要决定它什么色 你要决定它是红色还是蓝色 答案这个时候 你会决定是红色 因为你决定是红色的话 你会贡献 4的权重进到那个C去 那3当然是在D 因为4比3大 注意这个时候是有权重的 不是变数 要看权重的总和 因为4大于3 所以我想办法让那个4 去到Cartage 贡献到Cart的权重去 所以这个是Greedy的在有权重情况下 就只是从边数变成考虑权重的总和 所以其实还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答案就是yes 答案就是yes 就是这两个总之这两个我思考一下 我会选一个放到脸书上 当然如果你已经想到了答案 你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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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己去 总之就是 这边答案就是先靠它全部都是yes 就是有权重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Greedy 可以 然后同样的倍率 那如果请问是KCart 就是注意不是分两群 当然可以是三群四群五群 请问是不是依然 依然 依然是前面讲的那个 所有倍率都成了 答案还是yes 好吧 所以这个两个我就给大家去 回去去想想了 我们会post到脸书上了 所以想不到 你们就知道偷看脸书的答案 不然那个Ecos2上面的答案了 好吧 所以就在这个投影片 我就到这边了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 Randomize 我就讲到这里而已 都没有问题 好 我看一下时间了 够不够 糟糕 我要快一点点了 不好意思 刚刚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还讲这么慢 好 所以 我们 考试要考到这个章节 所以抱歉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了 第一个 我觉得大部分都听过 所以其实 我就快一点讲过 总之 但是如果你没听过的话 大概 你不要觉得气馁 因为 我这张投影片讲的东西 其实称名 大概可以十分钟讲完 但是你应该要想 可能有时候要想个 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还不一定想得透 总之这张投影片 并算是一个break point 就是想说到这边稍微暂停一下 因为到下一份同片 会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在这边同片 其实是把一个主题拉进来 叫做去探讨说 每一个问题 它是否可解 所以叫英文 抱歉 它的术语叫做decideability 就是右边这个单字 是不是可回答yes no 就是讲白话 就是它可不可解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假设它可以解 请问它可以躲逼近 因为我们经常在面临到一个问题 它三倍 两倍 一点五倍 请问它可以再逼近 其实有时候是不行的 所以这是两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拿到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的当然是有没有解 但其实实务上是这样 大部分你们被assign的问题 全部都是可解的 如果无解的 基本上没有一个老师 会这么残忍的去丢给你 但是它丢给你的时候 你会面到第二个问题 是它还可不可以再改善 这其实是说领域都面到的一个痛苦 就是自己level也是一样 我们在挑战做基因定序世界的重要的课题软体 那有时候它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 我们不一定 就是有时候你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事 但总之 这张投影片是要探讨两个更高层 或者说更深层的问题 其中第一个Decidability 有趣的事情是这样 它早在N年前半个世纪前 就已经被证明出来的 因为那个证明的人就是Alan Turing 就前面我有个故事 抱歉我没空讲 总之就是发明Turing Machine的Alan Turing 他其实发明那个电脑的prototype之后 他其实因为那个电脑没做出来 他已经在思考了 就算有这个计算机 我真的可以解决掉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吗 所以坦白说我至今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有人可以在一个东西还没发明出来的时候 已经去想到它的极限了 这是觉得很佩服 所以他马上就想到说 那有一个problem 叫做holding problem 这个电脑一定解不开来 所以这个holding problem的问题是这样 我先跟大家描述一下 它的input就是一个program 那可能就是你写C或C++的程式随便 whatever的 要output也很简单 请只要直接回答说 他yes 是不是会停 糟糕他一直当机 反思我了 总之 他的回答就是yes或no 就是你告诉我这个program yes会停 还是no 他不会停止 什么意思 因为有时候像大一初学者 他写程式经常陷入无穷回圈 在初学回圈的时候 或者说你的condition有一些lock的情况 对不对 就是刚刚各位如果写multitray的程式的时候 lock来lock去 有时候lock的就daylock 所以总之在写program的人 大概经常都会遇到说 奇怪 我说program跑蛮久的 他会不会停止 因为有另外一种状况是他需要计算的时间 是非常久 比如说他可能是exponential time 但你怎么知道他其实是 因为exponential time跑太久了 还是因为你程式有bug 造成daylock 还是有一种无穷回圈的情况在 所以这个其实如果能够写出这个演算 想出这个演算法 我写出这个program当贡献是无敌的巨大 但总之 Alan Turing直接告诉你说 不用想 这个东西一定写不出来 当然在我讲答案之前 我其实好奇 有多少人在大学部的老师 会讲过这个问题的 因为有蛮多大学部的课程 可能会有很多地方 可能会点到这个经典的一个问题 有没有人听过的 可以好奇一下 讲到他了 所以伟祥有听过 伟祥是在哪门客听过的 不知道你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系的 总之好像有一位 所以大部分人是都还没听过 好没有关系 就是反正 既来之则听之 所以 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 这个holding problem 可不可以解 答案当然是node 但它的证明方法 非常简单 但是大概不好懂 所以很 不保险今天 以前大概我会讲一些 很多其他的故事去比喻 但我今天就不废话那么多了 因为没那么多时间了 总之 它的证明是一种反正法 先记住一个keyword 它就是个反正法 如果要我简单一句话讲完 它先假设 这个program 存在的话 它的思路就是 假设它存在的话 它会创造出 逻辑的矛盾 反正以前有一个心理系跟我说 这不就是我们心理系上的悖论吗 总之 抱歉 我没有上过心理系的课 如果有修过心理学的人 可能再告诉我什么是悖论了 总之 如果你有修过心理学的人 他们说这种叫悖论 那总之 但是如果以我自己小脑的 白话来讲 就是一个反正法 它先假设 这个神奇的program P 是会 是那个 可以回答holding problem 就是它回答yes的时候 任何一个program Q塑进去 它 它回答yes的时候 它会 代表会停止 然后 如果no的话 就代表不会停止 就这样子 好了 所以 什么叫做一个 证明的方式 应该用这一张可能比较好 这张是文字的说明 就是两步骤而已 就是supposeP can solve the holding problem 就是 它吃任何一个input program Q会回答yes 然后 什么叫畅访 它创造出另外一个program 第一 其实如果你们真的有空去看那wiki的话 你会发现 靠它证明 只有几句话而已 但是其实 就是这样 但总之 我这边画一张图 给大家试一下 这是刚刚 它假设存在的 那个神奇的P 黑盒子 然后Q0说 好吧 那我就踩着这个神奇的program 就你想象 那个P假设可以变成一个library 或者一个function whatever的 总之 它就在写另外一支程式叫大D 它里面去呼叫那支P 然后呢 它只干一件很简单的事 就是 如果那个P 它回答yes的时候 我后面故意弄一个无穷回圈 我后面故意弄一个无穷回圈 当它说no的时候 我就停下来 这边就是stop 就直接停下来 所以注意 它虽然踩着这个神奇的program P 但那个program P 它把它的 根据它的output 去做了一点点 不同的事情 就再记住 当它说yes会停止的时候 它故意让它陷入一个无穷回圈 当它说no不会停止的时候 它故意让它停下来 可以吗 那接下来 最最困难最困难的理解就是 好啦 如果你可以接受说 这个program D 应该是一定写的出来吗 假设真的有人写出一个层次码是P 那你不要管它中间的那个逻辑 演算法是什么 你只要等着它output就好 它out 就像我们之前证明MP Complete Reduction是一样的 你就等着它output就好 所以那个P output yes 你就让它run for error 如果它是no的话就停下来 好 那假设你这个 其实要先相信这个大D的存在 是合理的 这个大D的创造是合理的 那这时候Q0就说 好啦 接下来你们可以发现 奇怪了 这只大D 它吃的 它本来大D是说 可以吃任何一个input 但D本身也是个program 所以这个Q本身也可以吃D 所以 有一个 流济的悖论 就这时候出现了 因为我吃的程式码 可以是任何一个文字档 C++ 都是文字档 所以我大D本身 假设C++ 它也是一个 合法的input 所以我把大D 当作自己的input 丢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蛮怪的 什么叫做蛮怪的 因为这只P 它去判断这个大D 会不会停止 那如果它判断yes的时候 可是你实际上逻辑 是陷入无穷回圈的 是不会停止的 知道吧 所以就是这个就矛盾了 那另外一个case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这只神奇的黑盒子 判断出你这个大D 是不会停止的 是会no的 会no的 我靠 那你刚刚就是no 就直接停止 stop了 所以其实 这个翻成白话的意思是 这个 这个 这个P如果存在 会让这个 这张投影片就是 就是讲白话就是 它会创造出一些逻辑的矛盾 就是 当然这个时候很难想象的是说 其实这个大D好像是我 其实大部分第一次看到都会 这种证明大概都会撒掉 不对啊 这是P啊 这是D啊 你 人家 我们 就是它有点 间接在于是说 这个P是 是那个黑盒子 可是大D好像是你手动创造的 所以很多人 一看到这证明的时候 一下子没办法接受 就是说 这个大D好像我自己创造的 我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用这个 自己创造的东西 说这个P是不对的 对就这一点 我必须承认 我自己一开始看的时候 也会愣住 但是其实你要很仔细的想 它这个大D的创造过程 并没有修改这个P的任何一个 内部的 程式码或是逻辑 它只是乖乖的根据这个P的output 去做后处理 所以其实 并没有影响到那个P的 我没有改掉P的演算法 所以这是最难理解的 总之它证明是超级无敌短的 就是假设这P存在 我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大D 去根据他讲的话 去把它做修改 他说会停的时候 让他不会停 说不会停 让他会停 这个时候就 你会就开始观察这个大D 吃自己InputD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到处都是矛盾 假设它停下来的话 我觉得用那张图比较好看 这是文字说明 总之就是刚刚讲的 如果P判断这个大D是会停止的话 这个应该要先入无穷回圈 所以这个大概是最难理解的矛盾 总之第一次听不懂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通常在这边以前在课堂上 大概都要耗个半个小时 就是大家问问题 但其实 但我也渐渐同意 其实大家问问题 其实大概 其实最重要的深层的事情是 它这个证明 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 它其实没有办法一下子理解 就是我自己也没办法 就是在第一次看到也撒掉 怎么会这么奇怪的证明 但是总之 其实你要想很久 你才看得出 其实他那个Q并没有去动到P的任何一点寒毛 所以其实真正的凶手并不是Q 很多人看的时候都一直想说 这个D是我创造出来的凶手 不能够指控P 但其实真正的凶手就还是P 这一点要看透之后 你就可以理解 其实P的存在 才是创造出这一切矛盾的原因 并不是我刚刚创造的D 这一点大概是最难理解的 但总之你看参透之后会发现要靠超简单的 总之就是很讨厌 然后当然有个小问题 这个各位可以回去回答一下 就是Hotting Province是不是NP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总之就是 当然当然是yes 就是之前有人问过了 就是请问P跟NP P在这里 然后NP complete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有NP 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人问说 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奇怪的NPhard的定义 就是NPhard其实是包含NPC的 那当时我给的答案就是 因为有NP之外的问题 比如说就是这个Hotting Problem 所以这Hotting Problem就是NP外的 他有那个超级电脑他也解不了了 就是有那台超级NP Non-Determined Turing Machine 或是这几年看起来全世界在 或是政府在疯狂炒作的 也不能叫炒作 得罪太多人了 就是那个量子电脑 Quantum Computing 基本上都不会解决这个Hotting Problem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在follow Quantum Computing的那个进展 总之我觉得他已经炒了二三十年了 几乎每十年我都会听到他再热起来一次 这一次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虽然我还是抱歉 因为我从学生时代 就正在你们这个年纪 就在炒Quantum Computing了 就是那个年代我就已经听到 好像有新的量子电脑出来了 然后再过了十年 再听到一次 现在大概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嗯 又再来 好像每十年他大概会哄一次 但是我只能说 就我前两次听到他的 那个状况就是那个那一年很红 然后隔年就不见了 哈哈 就是这样 因为最终就是那个Quantum Computing 还是没有做出来 就是这样子 虽然我的理解是说 他们确实那个快要接近做出来的状态 但是就是还没有看到实体了 所以可能还没有那么有feu啊 我觉得最难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 第一个硬体要先做出来 但硬体要做出来的看起来 就是他们有在努力 但是慢慢我觉得进展就是很慢 就二三十年的skill 但我猜可能这次应该更接近了啦 就每次我都觉得就是那个电脑快接近做出来 从一个Prototype到接近半Prototype 但是我今年有听到消息是还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 如果有人听到 我很希望 先个message给我告诉我说 真的有一台Quantum Computer 用非常廉价的成本做出来了 好吧 那我就承认这件事情应该是有意义的 但一本是那个东西 我可以承认它有它的potential 会让某些NPH的问题 瞬间比较好解 但是它依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holding problem 就稍微提一下 这holding problem是不管任何一个machine都没办法解的 好 总之 然后第二部分 糟糕抱歉 我滴泪太久 不小心又讲了 不该讲 好 所以总之 第二部分其实是也蛮有点难度的啦 第二部分的话基本上在探讨的问题是 糟糕 我的电脑又down掉了 我的iPad又down掉了 气死我了 哇 死定了 我的iPad死down了 好 又回来了 好 所以总之呢 第二部分是这样子 就是 刚刚我有稍微提过了 就是我们努力的在开发近视演算法 就是 比如说从那个 两倍到1.5倍 到1.1倍 总之我们就希望朝那个1 最终的那个 终极目标最佳解 前进 逼近 但是其实 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很确定 说不定现在的1.5或1 已经是极限了 他怎么知道 其实我们的极限已经到了 已经没有任何改善空间了 其实是 其实是一个 我本来觉得这应该是蛮难的啦 但是 没想到 真的还是有人想到证明的手法 去个别的为每个问题 找出他的这个天花棒 要不然他的极限 所以我这边叫Lowerbund 就是 我只是举个例 就是说 Lowerbund意思就是说 这条线以下你是不可能突破的 你现在1.1倍就是极限了 不用再想什么1.09倍 1.05倍 都不用想 就有人真的 真的有办法去称出每一个问题 保险应该说有许多问题都有其楼 榜不是每一个 然后 怎么办到的 这个办到的手法是 假设 P不等于NP 意思是说 如果你突破这个临界点 1.1突破下 如果你真的突破之后 你会造成 这个 P 会等于NP 可以想象吗 就之前我们不是有说 我们倾向这个P跟其他NP外的问题 永远都是两个世界 意思就是说那些NP或NP Compete的问题 不可能会有Polynoplite演出的办法 那万一有人有的话 那P就等于NP 这个是我们之前 或是世界上比较公认的一个倾向 就是P不等于NP 当然这个圆改讲没有办法证明 但总之就是 这个证明最困难的一个点点就是 最难理解的点就是 他把P等不等于NP这个问题 跟这个极限值 Lowerbound绑在一起 让你一旦突破它的时候 顺便解掉P等于NP 这个试剂大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想法了 好了 那我们太选了 所以我们只要找一个 熟悉的问题 再来看一次了 那这个有一个着色问题 很久以前有提到过了 就是说 给一张图 原本问题是左边 给一张graph 请你去上色 那比如说是 三着色问题 就是说 请你用三个颜色去 涂满 为每个点点决定 是三个的哪个颜色 然后 如果你可以让每个任两个边之间都是不同颜色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说 那这可以三着色 yes 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no 就无法用三个去涂满 那实物上有两个问题 所以这个叫做Decision的Problem Decision的Problem 那什么叫最佳化的问题 就是说 给你一张图 请你一张图 你可不可以用最少的颜色去涂满 我看看后面有没有例子 没有划线 所以总之 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Optimation的Problem 我们直接看文字了 就是color the vertex using minimum cover 但是还是要满足两个相邻的点点 不能够有相同的颜色 注意这是两件事情 所以意思是说 算了我只要自己画一个好了 总之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张图好了 基本上 最少最少我猜可能要三个颜色 因为这边有个三角 但总之 如果说最佳解 Optimation 最佳解它其实是三 但你今天可以想一个演算法好了 它的C可能是四 就是用四个颜色一定可以 对不对 各位看这张图 用四个颜色一定可以搞定它 但总之就是 总之就是 就是你尽量想把他用越少的颜色越好 这是实物上 用最少的颜色去涂满它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C star跟C 基本上 如果是最佳化的话 我们就是求它的那个近视节 但是今天我们重点并不是要 讨论 这个近视演算法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 这个着色问题 我们叫它minimum coloring problem好了 它有没有一个 lower bound 它其实是有一个很简单的 lower bound 所以我们挑这个例子 只是因为它最简单 好 那总之我们现在目的 其实是要讨论说 这个 再我们再回来 再讨论一下 就是C 跟这个C star 它会不会有一个 lower bound C跟C star 它们会不会 其实到一个点点 后就不能突破了 没想到那个点点呢 居然被找到了 被找到了 就是说刚刚那个着色问题 其实是 是 是有的 好了 所以这个 怎么去震出来的 基本上 这个震出来方法 是有点tricky的 总之 先讲答案就是说 基本上 三分之四是个神奇的数字 三分之四大概是1.3333 就针对这个minimum coloring problem 就是这个最小着色问题呢 三分之四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极限 也就是说你要 小于三分之四 已经有人证明 不用想了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最小着色问题是 不可能小于三分之四倍的 近似演算法存在 那当然我们 接下来就是要看的是说 为什么这最小着色问题 可以找到这个神奇的 三分之四 1.3333的神奇数字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 它怎么做到的 它的做法 它的证明方式 依然也是一个反证法 它的反证法的方法 就是说 好 你先假设 有一个小于三分之四倍的 近似演算法存在 就是这边 我换个颜色好了 我用红色来代表 那个不存在的 就这一群 假设它真的有一个 神奇的 小于三分之四倍的 近似演算法存在 那如果存在的话 它说 有一个NP compete的问题 瞬间可以在 polynomial time 就可以回答 yes no 请注意 刚刚这几句话 第一个是 只要是近似演算法 我们之前 很久以前有讲过 只要是近似演算法 它的time complexity 一定要是P 可以吗 一定要polynomial time 这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有讲过 虽然我们之后证明 都不会再讲 它的time complexity 但是 所有的 pastumation algorithm 大家都额顺 是polynomial time 如果是exponation就不用搞了 那直接就 暴力法去暴收就好了 所以其实 pastumation algorithm default都是 polynomial time 就可以跑完的 所以 它的证明手法 就是说 既然你这个演算法 是polynomial time 那 假设它存在的话 我就想办法去证明 有另外一个 NP compete的问题 它可以在 polynomial time 被你回答 yes no 注意NP compete的问题 我们说过了 它只要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在polynomial time 里面被回答 yes no 的话 就imply 所有的NP问题 通通都被解掉了 in polynomial time 所以p等NP 所以这个是 世纪无敌的 大难题 所以 那就imply 就是你这个演算法 不太合理 它存在的话 会造成一个巨大的 世界性的冲击 那它怎么把 这个近视演算法 跟这个问题 连在一起呢 这大概是最奥妙的 地方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它这个 小于三分之四倍 存在的时候 跟水卡林 会有 会有一个 奇妙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样 再用这一张 再解释一下 其实刚才前面 已经有解释过的 什么叫三着色的问题 基本上三着色的问题 就是 刚刚前面有讲过 给你一张图 请问可不可以用 三个颜色去涂满它 如果可以的话 就回答yes 不行就回答no 可不可以 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的 这三着色问题 是一个 只要回答yes no的问题就好 注意这两个不要搞错了 minimum calling问题是要 求一个最小的 的着色数 但这个是回答yes no的 decision的问题 这两个不要搞错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他就是看穿 这个 这个 这个两个问题之间的 一个微妙的关系 那大概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今天 有一个假设有一个 他叫low 就是小四分之三倍的 那个 近视演算法 三分之四倍近视演算法 存在的话 他叫它low倍的 low的演算法了 不管他 他说你就直接 把这个近视演算法 拿去跑任何一个 三着色的问题 请注意 这个low近视演算法 是for minimum calling 3 calling 是你先想象 它就是另外一个NP 虽然他们其实很像 但总之 他们的input就是一样 都是一张图 所以假设你今天 真的有一个三着色的问题 你就直接丢给那个 近视演算法 这张图 直接丢给那个 小于三分之四倍的 近视演算法 可以吗 然后他这时候 注意他是近视演算法 所以他会吐出什么 他不是吐出yes no 他吐出的东西是 几个颜色 可以吗 就是因为他是近视演算法 他的目的是输出几个颜色 就是那个c啦 也就是说 他会吐出个近视解 所以他近视解 可能不知道几个颜色 可能是两个三个四个 我不知道都有可能 所以这c可能是二三四 不一定 可以吗 所以这张可能是最关键的 就是针对任何一个三着色的问题 你不要管他 就直接丢给那个 小于三分之四倍的近视演算法 总之他会吐出一个答案给你 吐出一个颜色数目给你 就是那个c值 看他是二或三或四 看他是二或三或四 所以他说 其实 蛮简单的事情就是说 我只要乖乖地看这个c值就好了 因为c如果它 是小于四的话 c如果小 他吐出来的c小就是二或三或一啦 一二三都算 我直接可以回答yes 他一定可以三着色 为什么 因为当初他是一个小于三分之四倍的近视演算法 所以c出于c star 小于三分之四倍 可以吗 就是这个c出于c star 会小于三分之四倍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是可以用三个颜色涂满的话 那代表你最佳解就是三嘛 那你三乘以小于三分之四 就是刚刚这个c star把它换成三 然后乘以三分之四 然后c又小于它 所以c会小于四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张图真的可以三着色 imply你这个 minimum counting的最佳解就是 就是最多最多就是三 那换言之 我的近视演算法 毕竟程度是超厉害的 我小于一点三三倍 所以我只能吐出二或三 因为我吐出四就超过了 所以我只能吐出三或二 也就是说 我光看这个c的答案 只要它c小等于三 我直接回答yes 如果如果它大于等于四 我就回答no 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嗯 这边是最难理解的 就是说 其实它这个东西 如果真的真的存在的话 我可以在polynomalti回答 三着色的问题 是yes还是no 注意是polynomalti就回答yes 那而且是完美的 准确的回答 因为它 它的c跟cstar的关系 是绑得很紧的 它两个差距要小于三分之四倍 所以造成最佳解 如果它可以三着色的时候 cstar就是三嘛 那我的c值一定会 小于等于 也小于等于三 讲话就是小于等于三啊 就是我完全会找到最佳解 大概类似这个意思 所以这时候就又产生另外一个 矛盾的就是说 你在polynomalti 就把一个npcomplete 三着色的问题 精确的回答它yes或no 所以一般公认就是 这个三着色的minimum 这个保险应该说minimum cutting problem 你不可能不可能会有小于三分之四倍的近视演算法存在 你存在的话 这个三着色问题就会 被pcomplete解掉 好吧 所以这个大概是 算是一个 要想很久的一个 一个一个证明了 其实它很简单 跟刚刚后听problem一样 但是我想 你瞬间要听懂它 其实也算是有难度的了 所以我看一下 有没有人想问的 其实我已经讲完了 但是 我先说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倒是不用什么 太气馁了 当然也抱歉 我今天觉得时间要控制一下 所以我稍微快一点点了 所以 它其实 这是因为你们第一次看 有几个 你会困惑的地方 因为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证明 这种证明的手法 所以你会觉得陌生 但其实它并不是 就是因为你第一次看 没有熟悉感 它其实 它关键 我再提第二次 就是说 它其实把近视演算法 这个lower bound 跟某一个npcompete的问题 做了一个连接 也意思就是说 你把某一个nphard的问题 npcompete的问题 丢给某一个近视演算法 我加APP好了 然后你看那个近视演算法的答案C 你就可以直接去回答它是yes或no 就是可以直接回答这边是yes 或者是no 就这样 它证明的流程都是这样 就是 如果 那如果它会造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逻辑的 关系的话 就是说 让某一个npcompete的问题 经过我这个近视演算法之后 可以精准的回答yes或no 那就代表说 我这个npcompete的问题 瞬间从npc调到p的 因为这个APP是polynomial time的 所以这个只要这件事 他们证明手法 大概策略就是这样 那当然关键你要解释 就是后面这个c值 这是为什么这个 它吐出来的那个 着色素或什么 它为什么是 可以间接的回答原来 那个npcompete的问题 所以通常挑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都故意挑 性质比较像的 所以其实像这个问题 它本来是minimum coloring problem 就是给一张图 我用最少的颜色去上色 让两两不同色 它为了证明这个 这个近视演算法是不好逼近的 或者说它有个极限值 所以当初它挑的npcompete的问题 就故意挑三左色 因为它两个性质最接近 所以主要是有两个problem 是不同性质 但是它摆在一起 一个是decision problem 另外一个是optimization problem 好吧 所以这个大概是最难想象的 总之 这边你大概回去需要消化一下 这个其实不是 就是它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倒是还好 那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同样的这个章节 最后一个个案 其实我们很久以前讲过的 叫做tsp的问题 那这个tsp问题 其实我们曾经展示过 一个两倍跟1.5倍的 大概在上个月 一个月前 然后我们第一次touch到 近视演算法的时候 我们就有告诉大家 有两倍跟1.5倍的逼近法 但其实那时候我刻意提一件事 可能大家不会注意到 就是说那时候那个tsp问题 抱歉我忘了回忆tsp tsp问题就是说给一张图 有权重的图 complete the graph 请你找出一个绕完一圈 Hemitonium cycle的方法 然后它的权重总和 会是最小的 就是这个叫做 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通常简称tsp 那它其实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逼近 两倍或1.5倍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淡数的 那个淡数就是说 那一张图的任何一个三角形 都符合三角不等式 两边和大于第三边 我们是其实 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强的 有一个很强的条件下 才能够完成这个两倍 1.5倍的证明 那当那个时候我没有跟大家讲 为什么它需要满足三角不等式 其实是有原因的 那今天只是把这个 未完成的故事跟大家说完而已 所以广义版的 我们叫general的tsp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三角不等式的要求 但是当你没有任何要求 没有constrained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tsp问题呢 有趣的事情是 它没有办法被任意的常数逼近 注意就是 low approximation where low is any constant 意思是说 其实广义版的tsp问题 它根本不存在100倍 1000倍 1万倍的逼近 它不存在任何常数倍的逼近 任何常数倍的逼近 如果存在的话 都会造成另外一个NP complete问题 被破解 被彭林农茂解掉 所以证明的说法 请记住依然还是一样的 我们就找一个NP complete的问题 然后假设丢给这个 假设我们就加100倍的近视演算法好了 加100倍的apposumation algorithm 然后我们去观察它的output 然后利用它的output去决定 这个东西要回答yes no 所以证明的说法 跟刚刚完全一样 就是这个流程 找一个NP complete问题 丢给这个神奇的 就是一样反正法 假设这个100倍的存在 然后再透过这100倍演算法 突出来的答案近视节 去回答它是yes或no 所以流程我们就在看第二个 因为这是你们第二个 最后个例子的 所以它呢 tsp它找谁 其实如果你有 从头到尾有认真在follow 我们整门课的话 你就会发现 tsp最接近的好兄弟 就是hematonian cycle 就是你会发现 从这NP complete到证明 现在要证明它是 它的逼近是有极限的 它通通都是拿这个好兄弟 因为这好兄弟 就是跟它性质比较接近 所以hematonian cycle 我们再回忆一下 它跟tsp的差别就在于 它也是一张图 但是没有权重 而且不是完整图 就这样子 好了 那接下来就来 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是hematonian cycle的问题 是我们刚设定的NPC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丢给那个100倍的近视演算法 哇 这个怎么丢 这当然不能丢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NP complete的问题本身并不符合这个tsp的input的要求 注意左边假设是hematonian cycle 那你必须要把它先变成完整图啊 需要把它变成一个complete的graph 所以其实啊 这边的手法跟那个哇 我直接用那张图讲的哦 这边的手法其实跟之前你们证啊 这跟之前我们证那个NP complete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一样的造势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做个input的转换哦 所以我抱歉我把这张插掉 最后用这边画一下啊 假设左边是一个hematonian cycle的input 一样就是四个点点好不好 请大家接受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要先转成tsp的input 才能够未给那个100倍的近视演算吧 所以中间要有一个reduction的过程 所以要先转 所以转的时候 你大家都可以猜到了 跟之前的招式大通消息 啊这个时候给我当机气死我了 糟糕死定了 觉得他又要再关掉重来 我不知道他可以撑多久 所以哇不行 我决定把它 哦让我思考一下 我怎么把它关掉重来 因为我没有给他评价 所以他总是招我麻烦 气死人 我先再试一次 哦不行 我决定关掉重来一次 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再活个十分钟 好 请大家再接受一下 左边现在是hamptonian cycle 所以我们要先想办法变成tsp 然后才能够丢给那个100倍的 哇怎么又写不出来 再才能丢给那个100倍的近似演算法 可以吗 就流程我们现在是要这样 当然之后还要观察他的output 11了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input已经不一样 刚前面着色是完全一样 所以不用修改 但是现在你input不一样了 有点点落差 所以就是跟reduction一样 你要做点点修改 但关键也是在这里 所以他怎么修改 我们先看一下后面这张偷影片 他的修改方式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两边就是因为有一边 有边一边没边 所以一样的新的边 你要补上去 但补上去之后 重点就来了 你在这边稍微冲干一下 如果你新补加上的边呢 注意这是这是原边 原边就不动 原边不动 但如果新加上的边呢 新加的边就是 这是new age 讲白话就是新边 你故意把它加上一个很大的权重 那个权重还跟那个倍率有关 你管他low是100一千一万 就造加就对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回到这张例子 如果那个人宣称个low是100倍 我们就 不行不行 我先用这个颜色先画 所以我一样 我发现我先用 蓝色再画一次 我先把原边画好 所以原边就是这四个 蓝边都是1 然后 我们再把新的边加上去 红边是新的边 应该把它补成complete grab 那这个时候 刚刚后面如果有一季的话 这时候冲干就来了 因为那个红边 你故意把那个权重拉超大的 比如说他拉多大 它就是它是401 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一个答案 但总之我们故意把它拉成low乘以v倍 你看后面是故意low是v加1 就是401 我们先照这个透明片的 总之这个数字没有答案 它只要够大就好了 超过low倍以上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你想看看 这个新的这张图 新的这张图 我丢给这个100倍的近视演算法 它其实别无选择 它只能走蓝边 为什么 因为它一旦走到这个红边 这对角线的不管是哪一条 它的那个权重 瞬间会暴增到400以上 可以想象吗 就是我今天 如果不幸的走到红边的话 注意因为它这个low是宣称 c star c除以c star 是小于等于100倍 我们先 它当初宣称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 这个最佳解当就是4 所以如果你 如果一旦走到红边的话 你就是会404 大概是你可以想象 所以一旦走到红边 你的权重就至少是404起跳 只要走到一个401 剩下三个都懒的 那就404 哇 那这个时候就101倍了 可以想象吗 所以一旦走到红边 哇靠你那个跟最佳解的距离 一定保证超过你自己宣称的100倍 它这个弄法就是故意把那个红边的权重弄得超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会造成说 你这个近视演算法100倍 如果真的存在 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出那个hematonial cycle 就是那个蓝边 然后你就只会突出一个超小的数字 就是4 如果它有hematonial cycle 你只能突出4 当然如果没有 就会突出超大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就可以观察这个C的output 如果C突出一个数值 完全是等于V就是4 那就代表原图回答yes 但如果它突出一个超大的数字 代表原图是no 因为代表它没有hematonial cycle的存在 如果它有hematonial cycle存在 它一定要找出来 而且乖乖的 就是它一定要乖乖的找出来 它不找出来 它跟最佳解的这个差距 就没办法保证是100倍 所以这两个 其实跟前面着色问题是类似的 但这个跟前面的小差别是在于 它的input 现在是不完整的 就是hematonial的input 是incomplete的grab 所以你要先做一个reduction 做一个转换 但是在这个转换过程 就是你可以动手脚的地方 所以是这张投影片这个关键 也就是说你从这个hematonial cycle 变tsp的时候 因为你要加边 所以加边你就把它分两类型 原边的放一个小小的权重 心边放一个超大的 权重多大的重点就是这个low v 你就是让它可以 就让它超过那个100倍 所以这个时候就强迫那个近视演算法 那个low的近视演算法 它一定要想办法走圆边 如果你有hematonial cycle 它一定被迫要找出那个hematonial cycle 那既然它又宣称它是近视演算法 所以那个low的近视演算法 它又必须在polynomial type 就是比如说管它是oh的几次方 总之它就是要polynomial type 要能够算完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宣称 哇太好了 这位老兄 你不只发现100倍的近视演算法 我恭喜你同时解到hematonial cycle 同时你证明了p等于np 就是你是世界的王者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可能存在 所以唯一的合理的解释就是 这个tsp基本上 真实世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到 常数被的逼近 就这个tsp是没有任何常数被逼近存在的 它是不好逼近的 好了 所以讲完了 其实后面这两个 其实就是比较难 我就用这张做一个总结 就是 其实我们之前 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在降低那个apposumation ratio 比如四倍两倍 一点五倍 一点一倍这样努力 但努力到最后总是会有一个极限 所以会有另外一群人去努力的去思考说 每个问题是不是可以 它的其实是隐藏有一些天花板 发现有一些lower bound 它无法再逼近1的 那怎么说法就是刚刚讲 你想办法去找一些NP compute的问题 然后reduce到那个lower bound去 管它那个low是多少 你自己会设定 然后去证明说 这个时候你可以间接的回答yes no 就是你可以回答那个NPC问题的那个那个那个 decision的答案是yes or no 所以这边的low bound就会有些人会试图去推它了 但多数的力量还是放在上面 因为毕竟我们是想要解题 但是有少部分的人会对理论有兴趣的人 他其实会去思考说每个问题 他可能其实隐藏了一些lower bound 所以其实有些好心的人会帮忙看出来 告诉你说你努力到这边很接近lower bound了 不要再努力了 所以通常如果说有match到的 应该有几个问题是刚好match到的 就是它的lower bound跟这个 跟这个apposumation ratio 他可能刚好达到一个极致了 那这个时候这问题就close 几乎是close 就不会有人再去 假设有人证明这个low bound就1.5倍好了 那今天如果已经有人就想到1.5了 那就是极致了 不会有人再去挑战1.4、1.3、1.2 所以它的贡献大概是在这里了 所以这一块是大概这张投影片后半部的重点 就告诉大家每个NPC问题 抱歉很多NPC问题 大家很多人尤其越有名的 大家都会去试图去证明它的low bound 大概是这样 好了那我们就举这两个例子了 但听不懂的请不要觉得气馁 因为我觉得这张投影片其实证明都超短的 但是必须说它是理解上是需要消化 其实我觉得需要不少时间去理解了 就是证明短但不好理解的那一种 所以我们下礼拜就是考到这一份投影片可以吗 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我已经过十二点了 好 好 Fall Click没办法删着色 谢谢中友问问题了 这个 我直接用这个讲了吧 因为再切过去可能太怕太慢了 你的问题是 Fall Click无法删着色 因为Click让你要先了解 Click就是complete the graph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Fall Click 那你想想看你只有三个颜色 你这个涂了红色 你这个相邻的边要蓝色 然后假设再来一个黄色 三个颜色用满了 请问你最后这个点点要用什么颜色 你会发现你的邻居红色蓝色黄色全部用满了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用三个颜色涂满 可以理解吗 就是你Fall Click至少要四个颜色 就是你跟所有邻居都要不同颜色 所以基本上你最少要四个颜色 所以你此类推五个Click交五个颜色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外系同学修课的期末评分建议 看来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抱歉我喝个水一下 可不可以再描述清楚你的问题是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跟所有的 说抱歉就是我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个案的处理 就是我们其实还有就是各位大概也知道 从大学不到研究所你们修这么多课了 基本上说我到期末的时候 如果你有不及格同学 我的policy永远都是条分永远都是全班的 通常不会是个人的 但是目前我必须说我还没有看到期末的成绩 所以其实你现在要回答 基本上我先讲好条分一定是全班的 不会是个人的 那通常我们其实也会用个最省成本的方式 就是说你们大概可以估计 在研究所的课程 它的期末平均分数 通常历年各科的习惯都会控制在 75到80之间 通常我都自己大概7879那边为主 那有没有到80其实我忘记了 总之是这样 就是因为每一年学生程度都不一样 虽然我们content是差不多的 但是最终最终我的policy都很简单 就是全班一样normalize到平均到那个 就是刚刚我讲7879那附近 这是会全班的调整 所以其实你现在看你的分数会不会过 我其实也没办法回答 就是我都是很抱歉 我就是都是等到期末最后一次成绩 全部算完的时候做一次全部的调整 那当然再帮个旅的会稍微微调一下 就是应该是助教会去认可你那个抢答 就是有些 我有点忘了 大部分是只开放第一个 如果他很简单 然后有少部分答案可能会不为一的 应该会有一个数量 忘记三个 就是媒体会有点不太 但总之就是助教会上去认可 他认可完之后 我记得往年都是请你截图 自己去就是你有抢答过 你就可以去看那一次助教 有没有在你下面回文 我觉得你这是可加分的 截图给助教再扛分一次 或者是我们从助教上面 可以看得到分数看到你学号吗 就这件事情我在想 有不过我记得往年都是 还是请请各位去 去截图给寄信给助教 就我认识 不知道有没有去年的助教在 去年助教今天要来吗 对再加上去 对那是额外的 对没有错 基本上那个加分是没有 应该讲我们通常加分是没有上限的 对那个是在额外加上去的 因为我的小考应该控制在80 然后上学期有一个homework占10分 所以期末最后一个礼拜会 因为没有考试的 我们就再出一个homework也占10分 所以总共就100 所以剩下加分都是extra 好吧 所以那个就是刚刚你讲的问题 我想留给助教决定了 好吧 我只印象以前还是 我没比我记错了 以前都是助教 还是请所有抢答的学生 再寄一次email 给他们以免有疏忽了 你们已经有在统计了 好吧 那就可能可以不用了 所以是不用再 请他们再寄email了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也许就不用了 好吧 所以刚刚那个有人问说 加分他有没有算 我想他应该已经有在算了 好吧 那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其他的 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就到这边了 好吧 所以今天内容比较困难 但是坦白说 我其实上前阵子有提醒大家 大概抱歉 就是到后半段的都不会太简单了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是我决定把最后一份投影片砍掉了 总之我就觉得 对啊 就总之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证明 我没有办法讲完 觉得可能录影又不好找 所以我思考了一下 我决定 我就把浓缩到 我就是下次我能够讲完的内容 那我精算过了 我觉得最后一份投影片要把它讲的 其实讲那么赶就等于没有讲是一样的 所以我后来 我应该会把最后一份投影片拿掉 所以我们的课的内容会到 最后一个我觉得最 至少我觉得技巧上最有趣的放松法 那边为止 就大概到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总之就会控制在 反正我们上课录影一定会录到 我能够讲完的那个极限 好吧 如果没有话 我们就到这边 那大家就去吃中餐了 好不好 好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